賴清德副總統在辯論會上講 他說抗中對中共借選他很介意 打完抗中牌接下來打什麼 打韓國瑜 為了要吹政黨票 他不斷的在朝日場合提到這件事情 如果未來立法院長是韓國瑜 前提就是說民進黨真的選得很不好 其實真的很少的時候 立法院長是韓國瑜 跟國民黨17縣市省長 前市長一起去國台辦怎麼辦 你們過去自己不是也跟國台辦 站在一起過嗎 但現在就是說 只要跟中國站在一起的 民主陣營對台灣的支持 絕對會減少 他就用這個來打抗中牌 所以高雄看到韓國瑜 再度的幫候選人去站台 包括了三民區 那麼或者是在李梅珍的選區 各種掃接的畫面 那韓國瑜的人氣到目前為止 在這裡還是很有影響力 如果他是複數的話 那個男人掃接 對方還把這個四個罷韓 有的有預算的 有的各種的升官的 這幾個人 現在說韓流克星要來尬場 但問題是 的確明星又是怎麼想 這個才是重點 那高雄的立委政見裡頭 也要拉韓國瑜許智傑 他就說要跟韓國瑜辯論 但真的嗎 他是認真的嗎 問題是 他說是不滿中眾議對手 堪板稱 鳳山三井是韓國瑜交傷 其實就是事實而已 有沒有提出來 忠義重 有沒有提出來 是不是在任內完成 就可以了 那韓辯論 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當然也是要趁韓囉 所以綠穎狂打韓國瑜 希望把他這個仇恨值拉高 那麼白呢 也要拉韓粉的選票嗎 柯文哲再一次談到了韓國瑜 他說如果國民黨繼續打民眾黨 選後還要我們支持嗎 黃國昌成招之不同意 支持誰 支持韓國瑜選立法院長 不能把我出來打一頓 然後叫我投給你等等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跟韓國瑜的關係 他一再的提及 他說韓國瑜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做立法院長也很好 有吵架就找他 他負責敲槌 才是真正的中立 可是他同時藍綠都P 甚至酸侯友宜總動員 柯文哲說會來我這的都高級知識分子 高知識分子 他說韓粉 柯粉 鍋粉 國民黨新北市造勢 兩千輛遊覽車 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來參加活動 都是比較高的知識分子 其實像比方說韓粉好了 他是一個跨階級的 相對的更多的庶民不是嗎 來聽聽這段談話 如果當選了 趙康強調 他喊柯文哲可以一起來推薦隔魁 那麼這件事情柯文哲卻說 這是計算全謀 當然他釋出的善意是指說 不管各部會首長 聯合內閣都可以討論 柯文哲是說 這只是在幫棄保座鋪陳而已 是計算全謀 如果是喉挑的副手人選 他一定會很後悔之類的 無論如何趙康空戰開打 也要打年輕人選票 包括在夜夜秀裡面的觀看數 破了一個紀錄 在線2.9萬人 當然現在觀看數已經非常高了 當然看的這個TA是誰 很清楚都是年輕的選民 當中的風格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是趙少康 雖然也有人被罵他 但他說反正我知道 我最近近期失言 是成為焦點的話 那我就自己酸自己 更認真的準備 應該還算好笑 當然他直播裡開嗆的是誰 賴清德三位一體 聽聽趙少康的談話 我說你賴清德台獨 戰爭才是三位一體 真的你賴清德主張台獨 台獨已經來戰爭 這三位一體 中共不應該這樣對呂智英 現在關了1000多天 關在監獄裡面 你知道你講這句話的後果多嚴重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到 中國大陸可能從此不帶你進去了 無止假講的 就是說反共的招牌跟抗中 這種要被貼紅標籤 到底孰輕孰重 亮哥當然到現在不管是打韓國瑜 打抗中 民進黨的策略是一樣的 永遠就是往紅標籤這裡來走 你不覺得賴清德最近 那個臉色很不好嗎 就覺得好像一副 好像抓不出別的議題可以打 我就 我今天直播我就說 賴清德未來九天 你聽到了只有八個字 抗中保台 中國界選 中國界選 抗中保台 講來講去都是這些 搬來覆去如此 因為他沒有政績可以講 然後也不敢提出太突破性的政見 怕得罪蔡英文 他事實上最突破性的政見 就是把高端的真相公布 因為跟他真的沒有關係 這個我覺得你真的要去扯說 說韓國瑜會帶17個縣市長 去訪問大陸 你到底在說什麼 真的 我坦白說王金平還沒有以院長的身分 去大陸 你以為那麼容易 你以為那麼容易 他對大陸真的是毫無了解 意思是說民進黨執政縣市 也不用去大陸是不是 民進黨執政縣市市長也有去大陸的 人家在推廣自己的農產品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你永遠都不要去 所以別人也不要去 你不是要喝珍珠奶茶吃飯嗎 都不用去 他知道他辦不了 所以他不能去 他索性也不讓別人去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那個時候他去上海 他就是最後一個去的 他婆以此自豪 而且他去 是去參加陳陳波的畫展 陳陳波那個時候 他的畫作在香港已經拍賣到最高價了 所以是那個畫展那個團體邀請他去的 那上海就允許他入境 所以他很自豪說 我不是城市交流 不是喔 真奇怪 城市交流有這麼了不起 台北市從馬英九一路到柯文哲 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 被他們貼紅標籤都會多嚴重 我跟你講 鄭文燦當桃園縣長 那個時候還想跟重慶對接 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 鄭文燦也是比較務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只有李賴清德 會把這個當作一回事 因為你就整天 這個悲公舌隱草木皆兵 整天到晚在擔心中國戒選 事實上法務部公布資料 到目前查到了戒選案件 總共82件 請問能影響多少選票 還每天都拿在嘴巴裡面講 你丟不丟臉 而且我跟你講 他這個東西趙趙康去查 台北市那41個里長被查戒選 竟然最早的是6月去大陸 去年6月 去年 去年 就去年6月 然後他去了大陸 因為有落地接待 落地接待之後你就中了 你回來之後不能做選罷法 規定的所有助選動作 你只要做助選動作 你就可能有事 按照反滲透法 可以判三年到五年 用這樣在搞人家 你丟不丟臉 那不然你會索性 就提早宣布 你去年1月就應該宣布 說今年你們最好 不要去追受落地接待 不然可能會卡到反滲透法 請問法務部有做這種教育嗎 陸委會有做這種教育嗎 都沒有 這個落地接待已經20幾年 那你不特別提醒人家說 今年反勝惡法實施第一年 你可能會被卡到 回來之後你所有助選動作 都不能做 你做了就處罰 而且專門抓國民黨的樁腳 所以你看到嘉義也中 翁崇軍的志工也中 苗栗已經有 苗栗也中 基隆也中 那中了之後回來那個 那個里長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敢不能站台 不能插旗 不能貼看板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被抓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的民主法治國家 用不明確的法律 不事先教導 突然之間就開始辦 然後六月去大陸 接受落地接待 你把他的資料留到11月 才開始約台 大半年選前來處理 怎麼有人這樣搞的 你當選你都不光榮 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在當選 真是丟臉丟到家 委員長其實這種查辦 是北中南到處都有 比較新的是苗栗 有個退休警察也被查 原來他群組裡面傳說 台灣需要和平 這也是被反滲透了 這也是中共戒選 你看這個民進黨自己 到大陸攔住真的是很多 剛剛講到說賴清德 2014年去過上海 蕭美欽是什麼時候去大陸了 要不要講講看 他們的總統 副總統 候選都去過大陸 陳水平也去過大陸 民進黨現在的立法委 你們一大堆都去過大陸 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去大陸 就沒有問題 別人去大陸就有問題 你知道賴清德那一年去大陸 2014年6月去大陸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如果民進黨不來這裡 就指大陸 不來這裡交流 就不會了解這裡的情形 反之一然 反之一然就是說 大陸的人士 如果不到台灣來訪問 就不了解這裡的情形 可是他是贊成兩岸交流的 你民進黨目前的做法 是你是支持兩岸交流 還是反對兩岸交流 你說你可能像韓國瑜 你可能去大陸就有問題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很擔心 就是說你賴清德當選了 兩岸關係一定會壞的原因 就在這裡 不管你選上了以後 你要怎麼去推動兩岸交流 就憑你這段時間 這樣子的抹紅抹黑這樣子的搞 我跟你講 那個恨解很深 不是說朝野之間的恨解很深的問題而已 現在的民進黨在執政 然後我們在野 不是這個仇恨的問題 是兩岸之間 民進黨跟共產黨之間 仇恨會解很深 當然會覺得說你選舉就修錄我 你選完說想要給我交流 我會跟你交流嗎 我是被你修錄是 修錄好玩的事情嗎 對不對 所以選擇賴清德 你就是準備選擇 未來的四年 兩岸關係真的只會更壞 不會最壞只會更壞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們覺得 真的是非常遺憾的地方 就真的是沒有政績 你告訴我他有什麼政績可言 如果有政績 譬如說很多人會講出 我的政績是否 老不惜選舉的時候就是說 你看他要連任 雖然類似他失敗 你看波斯灣戰爭 我當機立斷 打了一個大聲仗回來 死了人數全世界 動員這麼多的軍人53萬人 美軍最多動員到波斯灣 才死了這麼幾個人而已 他覺得他很驕傲 請問你 其他人就講到經濟的成就 比如川普來講他的成就 經濟的成就如何如何 對 賴清德你拿不出來 你沒有東西可以講 所以你就搞這些 今天如果說國民黨的里長 帶團到大陸去落地接待 請問哪一條法律說 里長不能帶人到大陸訪問 不能接受落地招待 你告訴我現在法律哪一條 沒有 那你說國安問題 他怎麼叫國安 譬如他去的時候 他們難免會吃飯喝酒 里長就跟他們黎明 就說這次選舉你來支持某某人 我覺得講那種話 我都覺得那都沒有什麼的 嘴巴長在他臉上 他如果說你要討某某人 因為我會拿紅包給你 或者說因為我已經給你錢了 如果是這樣這當然就是會選 這跟國安有什麼關係 你告訴我 他就用這個來 去管反應來認定 所以就是說大家要看清楚 真的 蔡英文講說 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民進黨執政八年下來 我只有同意蔡英文講過一句話 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就是你民進黨造成的 一個民主國家 不會這樣隨時陷入人於罪 不可能這樣子的 是 劉老師 因為柯文哲講了一句說 他支持的都高知識分子 我想說劉老師 應該會有意見吧 這個柯文哲講這句話的話 他有一個真相 就是說柯文哲在高知識分子當中 高知識分子 尤其是離他越近的人 對他的印象 好像並沒有想像那麼好 因為柯文哲本身來講的話 他自己做事情是挺有魄力 但是講話常常喜歡講錯話 亂講話 那當然的話就是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高知識分子這個講法 他的知識就是高知識分子 我覺得這個名詞來講 有點寬鬆 因為他這個又沒有 又沒有什麼任何的限制 有沒有去檢查你的哪裡畢業的 然後去參加什麼他的這個 造勢晚會 所以說柯文哲基本上的話 他是隨便說一說 就是聽一聽就可以了 但是底下的人當然很高興 因為你被別人當成高知識分子 當然是很高興的 這個的確確會說明這個 在這個選舉當中的話 柯文哲多多照還說出一點 讓人高興的東西 不像那個賴清德你知道嗎 他根本都是講不出什麼東西來 我就是順著這個亮哥講的那八個字 對不對 就是抗中保台 中共建選 這八個字當中的話 就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 首先的話 我必須先強調 這個你想要對抗大陸 你就不要保護台灣 你想要保護台灣 你就不要對抗大陸 這個直接的邏輯是順的 你抗中保台放在一起 是矛盾的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有很多人會認為 這次的選舉的過程 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實際上的話情況的確是這個樣子 這不是我講的 這葛萊伊他們代表人 在那個外交事務裡面發表的文章 還有這個國際危機組織裡面 他們也強調了這個觀念對不對 所以說那中共戒選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有三方面的這個嚴重的問題 必須要坦白強調 首先第一個的話 你任何的法律 你本身來講的話 不知者不罪 你自己作為這個領導的政府 你當中有這個義務 要告訴人家什麼可以不可以嗎 對不對 現在去台灣人去大陸 很方便的對不對 那你這個的話 突然就隔了個半年 然後要辦人家事情 你這個明顯有目的 羅織入獄你懂不懂 然後第二點的話 基本上的話 你自己也心裡非常奇怪 你不是處處都聽美國嗎 從去年六月份開始 美國所有的大官都到大陸了 通通都是中共界選嗎 你難道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難道 因為跟大陸之間的往來 大家見面三分之間 有事情好談 這個實際上 包含賴清德本人不例外 對不對 所有的民進黨官員的話 提到大陸 每個人都會比較 自己跟大陸多守 還有另外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講 你這樣搞下去 真的會讓共產黨 非常討厭民進黨 那之間的話 這個梁子可結實在樓下 所以兩岸未來 有可能再更多的和平的交流 當然就看這次選戰了 結論會怎麼樣